我今天要示范的其实就是所谓的拍打 拍打是调气的一种方法 我们知道传统中一讲的所谓精气神 那现代流行的说法是所谓的身心灵 它是不同的层次 它是属于所谓物质能量跟信息 三个不同的层次 那么如果我们有这种认知的话 我们举手投足我们所做的认可处理 都可以有效地涵盖 那这三个层次 就是物质的能量跟信息的三个层次 那为什么选择这个手轴的部分呢 因为按照《黄记内经》的理论 合入内腹 合就是合作的合 我们在手上 手肘以下 在腿上呢 是膝盖以下 有所谓的六叔 六鱼穴 就是每一条经脉 都有这个六个重要的穴道 那这六个穴道呢 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叫做河穴 河穴大概都在手肘附近 膝盖前后附近 所以如果要拍打手背的话 开始应该从手肘的地方来做 效果会比较明确 合入内腹的意思就是说 你不管处理哪一条经脉的河穴 基本上就直接等于处理它 脏腹本体了 它的影响是最深沉的 效益呢 应该是最明确的 然后怎么样处理呢 最简单的就是拍打 轻轻的 稍微结实的拍打 有人主张用空心掌 用空心的拍 我们这个不主张这样 我们主张就是说 你拍进去多少力量 拉出来是多少力量 应该是平衡的 拍进去是补 那拉出来的时候就是泄 那补什么呢 补当然是正气 泄呢 泄就是泄邪气 那至于它应该补正气 还是应该泄邪气呢 我们不需要知道 它知道 这个人体的六十道 细胞每一个细胞都有情 有知有觉 它知道 我们所能够提供的 就是一个关爱的心 一个柔和的心 一个多出来的能量 进入它的生命系统 该补该泄 它就会主动配合了 我们只是要把 把那个关心 把那个主动的动作 作用有效的作用 在它的身体系统里面 这个系统主要就是 12条经脉 在手上 尤其在内侧 基本上就是有这个心经 有这个肝经 有肝经 有脾经 就是肝心脾三条经脉 在手背的内侧 所以就这样轻轻的 心定下来的那样拍打 就有很好的 小李气血功能 主要是手肘到手腕这一段 上拍 轻轻的拍 那有用重手法的 有的手法就太轻 我们主张是用中等的 甚至偏轻一点的力道 不要太有力量 轻轻的拍就可以了 那拍到后来 拍到这个 拍到 就是小背啊 整个都拍到 大概都拍过了以后 最后的时候呢 要注意就是说 要帮他把精气手 固定一下 然后顺着手背 拉出去 顺着手背 手腕 手掌 拉出去 就这样 意思就是说 多余的定气 离开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行家 离开 这个动作 这个意思 那通常是可以做到的 那具体的表征呢 具体的表现呢 就是说我们看脉就知道了 脉相会变 脉相变表示病气 有改变 病脉跟病气改变呢 其实症状自然会搞笑 这是自然现象 这个自然现象啊 是不需要勉强 一切的发生呢 都是自然而然 可以示范一下脚的部分呢 脚的部分也可以啊 嗯 现在方不方便做 可以 那先把 麻烦你帮他手放上去 对 因为现在 太阳下去了 开始变了 嗯 这里有一点风 所以老人家要注意 有点好暖 嗯 麻烦这个 这个帮他盖一下 我去盖一下 嗯 嗯 好 那我们先来做脚的部分 脚的部分 我们就这边好了 嗯 先用宗旨顶住他的涌泉穴 嗯 我们知道涌泉穴是强心 最重要的一个穴道 圣经跟心经 其实 圣经心经合起来 构成所谓的心气 心火这个系统 它的主轴 就是圣经跟心经 所以搭手 搭手 条理 从脚步开始的话 一定是 宗旨要顶住他的 涌泉穴 帮助他呢 有效的把这个能量 经过圣经 进入心经 影响他的心脏 跟血管 整个的系统 因为所谓的心 主脉 所有的系统 都因为 永泉穴的点穴 它有一个开通 有一个流畅的机会 这是一个重要的动作 一个观念 你有这个观念 跟没这个观念 是两个世界 所以有时候 同学会笑 会问 为什么老师 你动手 效果不一样 为什么我们做了 好像没效 其实说穿的 就是一个 知识的层面 知识层面够不够 知识层面够的话呢 就考虑 你信心有多少 那信心是不是没有穿夹的 是不是很精纯 很纯粹 理论上来讲 是越纯粹越好 我们这个黄定理经 要求的 要所谓六神统一 就是说我们出手 帮助病人 调理他这个 六七十二经脉 整个的身心系统的时候 你有没有做到 六神统一的境界 如果做到的话 那效果当然不一样 好 这是点穴开穴 开穴以后 现在的时程 现在应该是在 生死吧 您看一下手表 现在 我这个手表不走的 不灵了 没关系 假设现在是在生死 那么它整个的系统的 全身系统的开关 按照生理时钟现象来讲 就是在这个 胖光筋 胖光筋就是在小指 小的小指 手的小指指一样 你一定要先把小指的 指尖 稍微把它给它刺激 把这个穴道打开 把这个系统打开 所谓开穴 让我们内在的生态环境跟外在的时空环境做一个更密切的细核 开穴功能 那这个时程开穴就是揉小指就好 揉小指以后呢 那我们就顺着小指 用搓的也可以 用揉的也可以 用拍打的也可以 这就是 走旁观筋 走旁观筋 然后就是后面 后面就是这个跟腱 然后我们波动跟腱 波筋 顺着跟腱上去 就是它的这个小腿 小腿的后方 所谓端部 然后一直到膝盖 膝盖的后方 叫裹窝 裹窝中间我们知道有个尾中穴 尾中穴 应该说是补肾的最重要取料 所以我这个动作是补肾 从旁观筋上去 经过跟腱 揉动跟腱 波动跟腱 还是波筋 然后轻轻的揉 就轻轻的揉 沿着小腿往上走 到 到尾中去 重点就是 过程很重要 我们这个 你不管是点穴也好 是揉按也好 是按摩也好 是推拿也好 重点就是说 你的心要定下来 在一个系统上面 我们现在做的是旁观筋 在这个旁观筋的系统上面 要有足够的时间 通常至少要三分钟 定住它 力量呢 中等就可以了 不要太用力 原则是不可以伤人 不可以让当事人觉得疼痛 觉得不愉快 因为疼痛不愉快的话 就是错误的现象 让人觉得还不错 有一点点舒服就可以了 被关心的感觉是很好的 爱的付出是很好的 接收到人家的爱 那是很好的事情 其实肢体的接触 我们最要传达的就是这个动作 这个观念 那有些按摩师啊 推拿师啊 信心不够 他希望在病人的疼痛上面 找到他的肯定 就是说在病人的疼痛上面 他可以建立他的自信 那是错的 那是不应该的 例如 例如很多年前有一些 脚底按摩的师傅 当然我也去 去体会过 脚底按摩的师傅 你说按得很痛啊 受不了啊 那个时候我的结论就是说 那是错误的 那是不对的 为什么要一定要让病人痛的 受不了 才表示你的诊断正确呢 那时候我就知道是错误的 结果40年后果然 我看到吴神父的著作 也强调这一点 因为有人说 科技离不开人性 其实医学科学 更离不开人性 尤其是那种接触疗法 肢体疗法 一定要非常尊重病人的感受 病人的感觉 基本上就是说 不要让病人觉得疯痛 不能让病人觉得不遇患 这是最大的一种 刚才的时候 膀胱经 老太太的膀胱有点僵硬 那么现在整个就已经松了 已经柔软了 那柔膀胱经的时候 同时也可以会碰到这个所谓 胆经 胆经有一个重要的学道叫做 杨灵犬 杨灵犬我们学中医的人都懂 金会杨灵犬 所有属于金 属于这个基建的系统 那最重要的学道就是杨灵犬 你在杨灵犬上面轻轻的揉按 能够让他全身的筋脉 这个筋肉 达到适当放松的效果 但是有点痛 老太有点缩腿 那就表示我用的力量太大了 那至于柔按的时候 有顺时针的揉 跟逆时针的揉是不一样的 那按照我的体会 顺时针的揉呢 那是蟹 可以帮助他把多余的病气排掉 那如果是逆时针 逆时针方向这样揉的话呢 大概是补的功效会比较强力 效果会比较明确 这是我的认知 那各家各派各有不同的说法 都值得尊重 都可以考虑 那我们怎么知道 什么时候该用补 什么时候该卸 顺着感觉懂 或者说平衡就好 我先上来先卸 比方说我做9981下 然后再来逆时补也是9981下 求个平衡也是一个方法 一个穴道要做几下 那个无所谓 就我刚讲的 你做81下就可以 有人说我喜欢用108也可以 你说光一个穴就要做 如果是 81下顺 揉按的话 然后又回来又补81下 但是我们用的所谓重要穴道不多 我们不是每个穴道都要这么做 我讲的是重要穴道 比方说 魏京的竹山里是重要穴道 如果你要照顾的话 你揉个108下也 你不多嘛 倒过来揉108下也可以 那刚才我做的是那个阳灵拳 那第一个需要重要的是那个尾中 这个都是和穴 腿上的竹山阳经的和穴就是三 那当然里面还有竹山阴经还有什么 那我可以省略 因为刚才我已经照顾了手上的 手上是照顾手三阴经的 其实手三阴经跟竹山阴经它完全相同 照顾一途就可以了 大概是这样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手按摩完了脚可以不按摩 是这个意思吗 脚可以按摩相对的 刚才我按摩是手上的三阴经嘛 那现在我按摩是腿上的三阳经嘛 哦 那就等于12斤脉全照顾到的 哦 等于啊 当然不是完全一样 但是大致正正 那个影响力是比较 比较周到的 比较全面 那你要抬杠的话也可以啊 最好怎么样 最好手三阴经也做 独山阴经也做 独山阳经也做 守山阳经也做 左侧的也做 右侧的也做 那样是更周到的 没关系可以过 那样会比较更周到的 但是我讲的就是说 相对而言 啊 你在极端的周到跟极端的不周到当中 你还可以求一个最大公约数 那就是自由取舍了 看你的时间 看时间够不够 这个 并加的配合度好不好 OK 好 谢谢 所以这样的话 是 手有三个斤 脚有三个斤 就是六个斤 是这样吗 是这样算吗 也可以这样算 也可以不这样算 这样算是保守的算法 手三阴 就通 竹三阴 哦 所以我处理手三阴 其实就处理了 六条阴经 哦 手三阴 竹三阴是六条 哦 那我处理了 竹三阳经的和穴 竹三阳 就等于也处理了手三阳 哦 这样 是 因为人生是一气 哦 所以这样就是 我按摩它一百个穴道 跟我按摩它一个穴道 诶 可以差不多 哦 差那么多 对啊 差那么多也可以差不多 哦 那如果只按 你刚说一百零八 你只按一个穴 那你会按哪一个穴呢 这么简单 是因人而异吗 不是不是 你的问题很好 你的问题是说 你怎么样提刚切磊 对我的意思是这样 很简单啊 你看我选 我会选 肩膀上的穴道 哦 大椎吗 大椎外 大椎旁开一寸半 大椎的旁开一寸半 应该是肩外鱼 我会选 我会选那个穴道 肩外鱼 雙手 压上去 当然要提气要运气 要引气 肩外鱼是个很重要的穴道 它可以有效调理身心灵全体的问题 但是 再讲白一点 它根本就是 它根本就是 专制 冤心在主的问题 肩外鱼 你引正气 你浩然正气 宇宙能量进去 让它自然的运作 所谓的冤心在主 就可以远离 它有这么大的 有效的功能 有效的范围 那像我妈这种状况 它是跟冤亲在主 这个有什么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啊 因为我们都活在 平行宇宙当中 所以中国 维度的空间 都在我们这个空间里面 所以我们皇帝内经 也是讲冤亲在主吗 黄帝内经就没讲那么白 哦 这是后人的诠释 因为黄帝内经太古老 太原始形态 那个时代 就有这个问题 但是 科技文明没有发展到那个程度 有很多问题 古人不谈 就像孔夫子 子不语怪力乱神 不是他不懂啊 他当然懂 他太懂了 不能说啊 佛曰不可说 佛不懂吗 怎么会不懂 那他为什么不说 我们没有资格听啊 我们不够那个科技水平 知识水平 智慧没有开 他跟我们多讲 越讲越糊涂 所以就不能说 嗯 这是古圣先前他们 口径一句的地方 那现在不一样 现在没有什么不能说的 因为科技文明越来越发展 越来越发达 越来越发达 古人说的那套 越来越清楚 所以大家 大家的那个知识 求知的欲望都跟上去 嗯 有很多问题都可以解密 所以我们愿意说 愿心在主 黄帝内经常没提议 对啊 但是我知道 愿心在主好像是佛家才在讲的 对对对 是佛家的说法 但是他有他的正确性 因为佛学 其实 他是最先进的生命科学 他远远超越现代科学 不知道多远多远 这是我的认知了 可以参考 OK 好的 谢谢你 谢谢